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在2021年的1月份 当时我35岁 我做了眼神中最大的仪式手术 症二手术 同时我也开始了 接近两年戴牙套的生活 在去年2022年的11月初 我终于可以摘下牙套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去两年的一些经历 还有我的一些感悟 关于症二手术还有恢复的过程 大家可以回看我当时的那一期视频 一开始我想先说说 为什么我要做症二手术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考虑过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 哪怕这么多年以来 牙医一直都有给我建议 希望我进行手术 我都没有认真的对待 这个就是我做矫正之前的 一个牙齿模具 可以看到咬合是非常的不好的 然后牙齿也是非常的不整齐 但是随着我开始拍摄视频 做自媒体 我也越来越留意到自己的问题 例如咬字还有一些表情 当然了几乎每一期的视频 都有弹幕或者留言 或者私信来说我的样子 也让我更加想改变自己 最终我也鼓起勇气做了这个决定 在这里我的确需要感谢我家庭的支持 还有每一位曾经嘲笑过我的你们 在手术之前的三天 负责矫正的牙医已经帮我戴上了传统的金属牙套 也由于我需要做手术 还有牙齿的这个咬合的严重程度 我是不可能佩戴影视媒进行这个矫正的 那传统牙套就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个人当时真的是非常抗拒那个牙套 因为真的是太明显了 那对于我这样子的中年男人 而且工作需求 我几乎每天都有需要和这个陌生人见面 那我自己也是真的是觉得有点尴尬 那在手术后的两周 我也要求牙医帮我换成相对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白色牙套 那换了之后呢 我觉得它不仅仅看去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当时如果大家不靠近认真看的话 其实是并不会在第一时间留意到我是有戴牙套的 那重要的是它在嘴里面的那个异物感呢更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戴牙套的初期我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只是每个月做调整之后的几天真的是有点疼痛 那一种痛感啊让我几乎没有办法正常吃东西 有的时候刚刚舒缓了过几周 又开始下一次的调整 那种感觉真的是终身难忘 那不过随着整个疗症的推进 在十个月之后呢其实每次调整都是微调 那种不适应和痛感呢也不复存在了 那还有一点几乎每个戴牙套的朋友都一定会经历的 那就是挂橡皮筋 从一开始的鸡手压脚 到每次都需要花这个五到十分钟才把它挂上去 到后来啊半秒就完事了 那不过我觉得这或许是整个矫正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那当时牙医就和我说你一定要按照他所提出的要求去配戴 这样子才可以尽快结束疗程 才可以尽快得到想要的效果 我也一直乖乖的按照这个要求 那医生呢也是非常满意我的表现 其实整个戴牙套的时间 让我最烦躁的就是吃饭 特别是在外就餐 无论是吃什么都肯定会卡在牙套上面 面包 面 米饭 肉类 蔬菜 无论是中西日韩快餐 只要一吃一定会卡在牙套上面 哪怕我喝个奶茶 我都尽量去挑没有任何配料的款式 我当时每次吃东西之前我都会再三考虑 那也由于呢过去两年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疫情 那新西兰也有接近半年的时间是在居家风控的 那我在家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所以呢每次吃完东西我都可以在家使用冲牙机冲一下 那等到去年年初的时候 新西兰的疫情管控也是逐步的放开了 我在外面工作和吃饭的时间也是相对增多 我就买了这个旅游用的冲牙机 那去哪里都带着它 那才真正解决我最大的难题 那也或许是我这种三思而后吃的习惯 也让我的身材有着明显的变化 从77公斤变成64公斤左右 直到现在 那对了 其实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相对来说偏瘦的 只是呢我开始做频道的时候 也是我最胖的时候 所以呢你们就以为我一直是个胖子 一眨眼一年十个月的牙套生活也结束了 那不过呢我现在每天睡觉时候呢 还是需要佩戴这个透明的围磁牙套 那这或许呢是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了 那否则有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那现在呢回顾过去两年的经历啊 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那现在我也是更喜欢和家人自拍 也可以自然的在大家面前展示这个笑容 那客户呢好像也觉得我更加有这个亲和力 那我的生意呢好像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最后我也希望每一位准备或者正在矫正的朋友 都可以坚持下来尽快完成疗程 获得最美的笑容 加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留言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评论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